有什么事吗 这么晚找我 这不是马上高考了吗 我想等妹给你出去加油 这个是我考电影学院的笔 送给你 会有好运的 你想过以后吗 想过 我当导演 你当编剧 可以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留在小城镇生活 好像也还挺不错的 如果将来我想留在这儿 你会怎么做 那我就一个人去北京打拼 等我成功了 就立刻回来找你 谢谢你 刘萌 我会在考试上用上他的 这倒是李小伙来了 听说你要带我走 是什么天啊 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那你倒是说说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我觉得留在这儿也挺好的 我已经在过最幸福的生活了 所以我不会跟你走 这就当作是重逢 和李小伙的礼物 三十岁的罗丹妮不会跟你走 但十八岁的她可 十八岁的罗丹妮我带走了 我希望三十岁的罗丹妮 以后的每一天 都可以像今天这样 点上有笑 没力和我 你也是 要好好的 等到那时候 我们再一起去寻找 那最开始的银河